感性 外卖小姐姐竟意外魂穿一个200斤的大胖子 因不同意替嫁双腿残疾的妹夫 惨遭亲妈打的炎炎一息 最终定重而亡 好在重活一世 她不伺候了 你个死丫头 能有人嫁就不错了 你居然还寻死 你要是不嫁 看我怎么收拾你 前世她不同意嫁过去 结果被江玉蓉这个亲生母亲活生生饿了半个月 炎炎一息的时候找人送去陆家 直接搁在了陆湛东所在的村头 我嫁 我愿意替杨雅丽 嫁给双腿残疾的陆湛东 不过你得给我准备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你个死妮子 你抢钱呀 一分没有 没有就算了 我去找咱们大院里的方局长借上一千块 你个死丫头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去找方局 看我不干了你 你不给我钱 那我只有饿死的份 去找方局长说不定还有条活路 江玉蓉蓉气得咬牙切齿 当初杨雅丽和陆湛东的婚事 可就是方局长跟她的战友签了线 苏灿要是去找人家借钱 她这张脸就别要了 最多给你三百块 不要拉倒 其实她也没指望能要出一千块 以江玉蓉的德性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行 三百就三百 一日一大早 江玉蓉和丈夫 把苏灿送到了汽车站 看着渐渐离去的长途汽车 这才常常松了一口气 躲在暗处的杨雅丽走了过来 妈 那赔钱货不会再跑回来吧 她要是敢回来 看我不打断她狗腿 妈 这下我们一家三口总算能好好过日子了 那个赔钱货 估计到死都不知道 我才是您的亲生女儿 从县城到光明公社三十多里的路程 客车硬是行驶了快一个小时才到 苏灿拖着行李 每走两分钟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赶马车的老大爷听说他去桃花村 很爽快地让他上了车 听说他是去嫁人的 还是嫁给村里的陆湛东 两个人就一路聊了起来 原来现在的陆湛东不仅仅是两条腿废了 之前他两条腿健康的时候 还收养了占有的三个姨姑 因为这三个孩子都不是陆家的亲生骨肉 所以被陆家人格外地排斥 过得那叫一个惨 到了陆湛东家 一个满脸胡子 头发乱糟糟的男人躺在土康上闭着眼 听到动静男人睁开了眼睛 你是 我是杨雅丽的季姐 她不愿意嫁过来 所以我妈让我代替她嫁过来了 我叫苏灿 以后就是你的妻子了 陆湛东看着她沉默了几秒 你走吧 她不想连累这个女孩子 苏灿看着她那张脸 发现这是个五官硬朗的男人 只是这段时间没人照顾她 所以脏得不成样子了 我要是走了 你不就饿死了 她私下里打量了一下这个屋子 除了陆湛东躺着的这个土炕 就是一张破桌子和一个破箱子了 你之前不是个团长吗 怎么会穷成这个样 你走吧 我现在已经是废人一个了 你放心 那些彩礼我不会再要了 现在连自己的父母和哥哥都不愿意来帮衬这个家 她又怎么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女人身上 我现在来了 就是你媳妇 你放心 以后只要有我在 不会饿着你的 听着苏灿的话 陆湛东再次闭上了眼睛 现在这个家的情况 相信这个苏灿用不了半天的时间 就得离开这里 稍作休息 苏灿压了一盆水端进了屋 用毛巾给陆湛东擦了一把脸 陆湛东睁开了眼睛 刚才听着屋子里有动静 她以为这个女人过意会肯定就走了 没想到她竟然打水来给自己擦脸 苏灿伸手去拿盖在陆湛东身上的破床单 被她一把摁住了 别动 因为自己的双腿动不了 大小便都只能在床上解决 她的身体重 两个儿子搬不动 每天都只能等大哥或者二哥来帮忙 屋子里的味道太臭了 我得先把你的身体擦干净 然后再打扫其他的地方 你自己能够得着的地方全都擦一遍 擦完了你就叫我 我帮你换水 你看怎么样 陆湛东半信半疑地看着她 并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 你觉得自己能坚持几天 你管我能坚持几天 住在这种又臭又脏的地方 你能受得了 孩子们能受得了吗 我可告诉你哦 我脾气不太好 你要是不自己洗的话 一会我就亲自上手了 你要是再拒绝 我就把这盆水直接泼到你身上 好 好了你就叫我 你先用清水擦 一会儿我给你拿肥皂 苏灿说完便出了门 麻烦了 你的双腿有伤动不了 我帮你擦干净吧 别看了 会吓着你的 我连你臭成这样都不嫌弃 你觉得能吓着我吗 两条腿全都是枪伤 有一条腿的子弹还在里面 已经流浓溃烂了 你还是不看得好 她是想用这样的方式让她回避 苏灿听她的话点了点头 你这一说我还想起一件事 之前我还帮人偷偷取过子弹 再给她缝合了伤口 你说我厉不厉害 她没有阻止苏灿看自己的伤口 掀开床单的那一刻 苏灿看着她的两条腿皱了下眉 这么严重的伤 为什么没人送你去医院 陆湛东没有回答她这个问题 这里面的原因太多 当然现在最大的原因便是钱 苏灿没有再问下去 而是动了动她的两只脚 现在全都有知觉吗 嗯 太好了 陆湛东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变成残废的 爸 咱家来了个大胖子是吗 伴着声音进来的是一个面黄鸡兽 脏兮兮的小女孩 苏灿还没来得及跟她说话 紧接着一个脏兮兮的男孩子 也跑进了屋 爸 你快看 我哥抓了好多只只了 我哥说一会我们烤只了吃 陆湛东看向小儿子皱了下眉头 陆文浩 你刚才怎么说话呢 陆文浩挠了挠小脑袋 看着苏灿两百多斤的身体眨了眨眼睛 爸 他就是个大胖子吗 陆湛东脸上有些挂不住 看着苏灿道歉 我平常疏于管教 你不要生气 没事没事 他们都是你的孩子吗 嗯 相信你也听说了 我有三个孩子 老大叫陆文渊 这两个是双胞胎 他是老二陆文浩 那是陆小甜 陆湛东向苏灿介绍完 看向兄妹两个 文浩 甜甜 这是你们的新妈妈 以后要尊重她 知道吗 陆文浩一听立即 捧着一张小脸 看着苏灿 充满了敌意 爸 我才不要她 做我们的新妈妈 不等陆湛东开口 苏灿笑着反问 为什么 你太胖了 抢我们的知了怎么办 爸爸和我们兄妹 三个都不够吃的 这个胖阿姨的饭量 肯定很大 陆文浩 我平常是怎么教导你们的 陆文浩撅着嘴巴 一旁的甜甜低声说道 爸 陆大强 陆二强 把我们的饼子都吃了 我去找大娘 大娘给了一块 又被陆大强抢走了 这话听得苏灿心里五味杂陈 一家人唯一的午餐 就是老二怀里的知了 堂堂一个团长 如果不是双腿 变成了残废 何至于被人欺负到这种地步 苏灿没说话 转身走到了自己的行李前 从包袱里拿了四块 大白兔奶糖 走到两个孩子面前 这是阿姨特意给你们买的 每人两块 陆文浩看到苏灿手里的 大白兔奶糖时 眼睛都瞪圆了 虽然她很想坚持一下 但还是忍不住一把抓了过去 爸 我去叫我哥 陆文浩激动地拿着糖 一阵风式地冲了出去 田田的名字真好听 我姓苏 你叫我苏阿姨就好 田田饿了吗 田田听她的话点了点头 她昨天晚上就吃了半块玉米饼 今天早上没吃饭 中午也没吃 那我们先出去洗手 洗干净了阿姨给你拿吃的 好不好 一听说还有吃的 小姑娘听她的话再次点了点头 刚洗完就听到一阵哒哒的脚步声 由远而近 苏灿寻声看过去 就看到刚刚离开的陆文浩 带着比她高半头的男孩子跑了回来 你就是文渊吧 看着小家伙眼睛里充满了审视 苏灿很明白 自己想要获得三个孩子的信任 还需要一段时间 你们两个把手和脸洗干净 我买了绿豆糕 洗不干净的没有份哦 说完领着田田走进了屋子里 吃完饭后 苏灿坐下来跟陆湛东聊天 有些事情她必须得了解清楚 你当团长多长时间了 三年多了 一个月津贴多少钱 一百多 一百多 那你的钱呢 你在部队的时候 钱没有寄回家过 陆湛东的表情说不出的复杂 这三个孩子来的时候 每个月我留下十几块 剩下的都寄回来了 苏灿点点头 那些钱谁去取的 每次都是二哥去取 那你的腿受伤后陆家 有没有拿钱给你治疗过 这个问题让陆湛东直接沉默了 苏灿瞬间明白了 二大爷是坏人 奶奶也是坏人 陆文浩鼓着腮帮子 在旁边不满的开口 换来陆湛东一记冷眼 陆文浩 不许乱说话 陆文浩低着脑袋不说话了 但是看得出来她并不服气 平常奶奶一家 怎么对他们一家四口呢 她全都看得出来 那你们搬到这里 住了多长时间了 两个多月了 两个多月了 苏灿都佩服陆湛东的生命力 这么严重的伤 还能活到现在 属实是个奇迹了 苏灿点点头 转头看向兄弟俩 文浩 文渊 你们能不能带我去一趟大队部 陆文浩立即自告奋勇 我知道地方 苏灿 你要干什么 陆湛东有些担心 我们这么一大家子人 总不能天天等着别人送吧 可是家里连口锅都没有 我去想想办法 苏灿的话在里 陆湛东只能叮嘱她 周叔人不错 平常请照顾我们的 你去了不要为难她 放心 我心里有数 甜甜在家里照顾好爸爸 一会阿姨回来给你们做好吃的 苏灿带着两个孩子走出一段路 文渊 文浩 你们爸爸之前赚的钱 都被爷爷奶奶给扣下了 现在分家了也不给咱们分粮食 家里穷得连口锅都没有 你们想不想像别人家一样 在自己家里吃饭 想 陆文浩回答的想呀 陆文渊虽然不说话 但也看着苏灿沉默点了下头 那一会我们去了爷爷奶奶家 你们得听我的 我保证以后在家里给你们做饭吃 全都吃得饱饱的 以后再也不用等着别人给咱们送饭吃了 你俩能做到吗 这次两人全都用力点了点头 好 我告诉你们 苏灿压低声音跟两个孩子说了几句 来到大队部 竟然意外碰到了今天赶马车烧自己脚的那位周大爷 寒暄之后才知道 原来周大爷是村支书周长廷的老大哥 周叔 我也没什么别的要求 现在家里连做饭的锅都没有 就别说给陆湛东支腿了 今天就麻烦您走一趟 帮我去老陆家做个见证 我想跟公公婆婆分家 分家这种事 在农村是很常见的 陆家人的情况全村几乎没有不知道的 一听苏灿说是为分家来的 周支书二话没说就点了头 湛东媳妇 这是没得说 我帮你走这一趟 来之前湛东就叮嘱我 说周叔对他和孩子很照顾 让我千万别为难您 等分完了家 我得好好来谢谢您 湛东这孩子在部队里立了不少功 回村后受了这种待遇 我们这些人看着也难受 湛东媳妇 我跟你说句实话 你能同意在这种时候嫁给湛东 就是这个 一行人刚进陆家院子 就看到陆老太太开始好起桑来 边毫边诉说这些年 自己拉着几个孩子的不容易 说苏灿这个新媳妇是来锁她命的 说陆湛东不孝顺等等 周支书也没想到陆老太太会来这么一出 老嫂子 这是你仨媳妇 人家来找你分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们这些人都是来当个见证的 你们这些天杀的 谁告诉你们她是我们家的儿媳妇了 你们今天来帮她分家也行 谁分家我就直接撞死在这里 苏灿知道自己是碰上硬茬子 既然是硬茬子 那就只能来硬的 不想活了是吧 没关系 要死大家一块死 我还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弄不死我 我下午就去县公安局告你们虐待军人 虐待军人家属 让公安同志来看看 陆湛东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 当了这么多年的病 每个月都省吃俭用 把自己的津贴寄回来 可是你们睁眼看看 这孩子脚上连双鞋子都没有 看看他们都饿成什么样了 苏灿说完 陆文昊立即扯开嗓子 哇哇大哭 旁边的陆文渊则紧紧握起了小拳头 他们年纪小 从来没有人为他们出过头 陆家的院子里早就挤满了来看热闹的村民 听着苏灿的话很多人都跟着点头 这三个孩子太可怜了 从来到咱们桃花村哪里吃过一顿饱饭 做事做人不能太过分了 人家陆湛东寄回来的那些惊涕 孩子哪里得着一份了 早就该有人支持他们了 我看这老三家的要是真去县公安局 老陆家还真的有人要去坐牢 村民们气嘴巴舌 毕竟陆湛东和三个孩子的日子什么样 大家全都一清二楚 陆老太太原本还想豪丧的 可是听着苏灿的指责 还要去县公安局告自己 顿时有些怕了 老嫂子 人家老三媳妇说得对 前几天我去开会 上面的人还说过 谁要是敢虐待军人和军人的家属 那可是要吃牢饭的 我们已经分过家了 还分什么分 你这个女人要是再多说一句嘴 信不信我今天撕烂你 陆家老二陆红武是村子里出了名的毛 生得五大三粗 平常在村子里是没人敢招惹的主 苏灿看向看热闹的村民们 你们大家今天正好给我当个见证 我叔可是县公安局的 今天他要打死我 等到我叔来的时候 你们记得给陆湛东和三个孩子证明一下 如果我死了能把这个家给分了 也算是值了 其实这话他还真不是瞎说 因为陆湛东和杨雅丽的这门婚事 原本就是县公安局方局长签的县 满嘴放屁 你说要是公安局的 你怎么可能嫁到我们这种善嘎哪里来 陆红武其实心里有些怕了 但是他向来在这个村子里恨惯了 不可能一下子就对这个女人低头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身材 随便一个普通人家就能养出来 如果我们家生活条件不好 我能吃这么胖吗 我嫁到这里来 是因为陆湛东他是个军人 是我爸在部队的关系 我才认识了陆湛东 苏灿的话一出 村民们立即议论纷纷 长得胖 又细皮嫩肉的 就这个体格还真不是一般人家能养得起的 现在已经到了吃饭的时候 你们这个家要是分呢 我们就帮你们当个见证 你们要是不分呢 那就等着人家老三媳妇去县公安局告你们 反正湛东这个样子 我也说句公道话 一旦这案子要是在县公安局定了信 陆家媳妇我不敢说 但是你们家的男人全都跑不了 随后 周知书看向一直蹲在堂屋门口抽汗念的陆学远 学远大哥 你给个话吧 这家到底是分还是不分 不分的话 我们就先回去了 不分 不等父亲开口 陆洪武先吼出了声 不分你去坐牢啊 陆洪武被着实噎了一下子 他虽然身体强壮 但是一听到要坐牢自然就泄起了 当家的 陆老太太还是有些不甘心 看着门口的陆学远 陆学远看着周知书抬了下手 那就分家吧 听着公公说的话 苏灿顿时在心里松了一口气 其实他还真不怕去县城里告状 但是麻烦呀 最后在村民的见证下 这个家总算是分好了 粮食一共分了二十多斤 棉花分了两斤 铁锅一口 面刚一个 还有杂七杂八的东西 反正弄了满满一板车 分钱的时候 陆老太太不想给 苏灿便把这些年陆湛东寄回家的津贴又说了一遍 别的不说 光是陆湛东当了团长后 这三年寄回来的钱就有三千多块了 他之前已经当了十几年的兵 大家帮我们算算 这得多少钱 再看看你们帮忙养的孩子 看他们都瘦成什么样了 我也不多要 你就给一千块 那些钱早就花没了 现在全家都拿不出三百块 我最多给你一百块 就这些钱他都心疼 一百块能够全家人吃多少好东西 陆湛东寄回家这么多钱 全都花没了 那您能不能告诉我全都花到哪儿去了 陆湛东要是没钱看腿 到时候感染死了 那我还得去县公安局告你们 反正到时候我就回县城了 到时候咱们看谁好得过谁 陆老太太气得肚子鼓鼓的 恨不得撕烂苏灿那张嘴 可人家是县城里来的 万一真跟陆家过不去 以后自己家肯定没好日子过 架不住周围人的议论 最后他咬着牙拿出了两百块钱 这对苏灿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虽说这些钱跟陆湛东寄回来的那些钱没法比 但两百块钱解决了他的大问题 分完家 周知书又安排了几个身体强壮的村民 帮苏灿把板车给拉回家 苏灿走进屋子 陆湛东感激地看着他 苏灿 谢谢你 听儿子说苏灿去找陆家分家去了 还要回来一板车的东西 陆湛东打心底里感激这个女人 你怎么总是跟我客气呢 咱们现在是一家人 你老是谢来谢去的 是不把我当媳妇吗 陆湛东深深看着他 没说话 苏灿从包袱里拿出了几块绿豆糕 又放了一些大白兔奶糖 再拿出一罐卖乳精包起来 文渊你先去附近捡点柴火回来 回来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小家伙不善言辞 只看着他点了点头 苏灿又看向陆湛东 你先忍一忍 我去一趟周叔家 一会儿就回来 好 不急 他看出来了 他是要去感谢一下村支书 文浩 你抱上老母鸡 跟我一起去周爷爷家 陆文浩一听立即死死抱住老母鸡 这是我们的 他以为这个新妈妈 要把这只老母鸡给送人 苏灿看他的动作笑了笑 咱家现在连个鸡棚都没有 我们先把这只鸡 放到周爷爷家寄养几天 等到鸡窝搭好了 我们再去把它拿回来 听苏灿这么一说 陆文浩顿时松了口气 但还是盯着他手里 包起来的那个小包袱 那个罐子里的东西 我们还有吗 有 这一罐是我们感谢周知书爷爷 帮了我们一家的忙 做人要学会感恩 别人帮了你 你要真心诚意地去感谢对方 你说是不是 陆文浩听他的话点了点头 陆湛东沉默地看着他和二儿子出了门 他们感觉得出来 这是个好女人 两个人很快到了知书周长廷的家里 周叔 今天这是多亏了您出面 我们才能顺利分了这个家 这点东西是我从县城里带来的 东西不多是我和湛东的一点心意 您收下 周长廷的老婆李淑兰赶紧说道 哎哟 这些东西可金贵着呢 你二叔就是顺手帮的忙的事情 这可不能收 对对对 这可不能收 值媳妇 不瞒你说啊 湛东过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这心里都惭愧 怎么能再要你的东西 就是 嫂子 这是我爹他应该做的 你快把东西拿回去吧 周青山是周知书的儿子 他跟陆湛东小时候关系是很好的 叔 这些东西您要是不收 那我接下来想求您办的事 可就张不开嘴了 看苏灿话说到这个份上 老知书点了点头 行 这些东西书收下了 知习佛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 只要是我能帮上的 我一定帮 是这样的 湛东的腿必须得赶紧送到医院治疗 我准备今天下午麻烦周大爷跑一趟 用他的马车把湛东送到县城去 这样我就得在县城里多待几天 您看今天刚分了家 我们那个房子就一间 今天我想跟您开个口 画个宅基地 等湛东回来后 我准备盖几间房子 家里这么多人总不能一直挤在一间屋里 您说是不是 周长廷听他的话忍不住竖了个大拇指 知习佛 这是没问题 你看好咱们村哪块地方 书就划给你 周叔 我今天才来咱们村 对这里也不熟悉 您给出个主意呗 周长廷皱着眉头正思考 周青山开口道 得 其实他们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就挺好的 进出方便 也不用爬坡 知习佛 青山说的没错 你们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就很好 能画六间房子 前面的院子也不小 绝对是个好地方 好 那就太谢谢周叔了 你看你这孩子 咋光说谢谢呢 以后什么地方需要帮忙的 你过来说一声就行 我们家青山和湛东呢 可是一起穿开当裤长大的 关系好着呢 嫂子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找我就行 我还真有事想请你帮个忙 嫂子你说吧 什么事 下午我送湛东去县医院 我想请青山兄弟晚上去那里睡几晚上 帮我们照看一下孩子和家里的东西 这点小事没问题 你就放心吧 今天吃了晚饭我就过去 婶子 这只老母鸡是今天分家分道的 我去医院里就没办法养着了 想把这只老母鸡暂时放您这里养几天 下的鸡蛋您留着吃就行 您看行吗 婶子顺手的是 放心吧 肯定给你照顾得好好的 那就有劳婶子了 叔 如果我们家盖新房子的话 大约得需要多少钱 那要看你先盖几间了 要是一下子把六间全都盖起来 那可能要花得多一些 先盖四间吧 咱们村西面有座石头山 村子里盖房子都是去那里起石头 四间房的话两百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行 那我就心里有数了 叔 婶子 你们赶紧吃饭吧 我得回去给他们做饭吃 孩子们今天早上就没吃 全都饿着肚子呢 直媳妇 我们也不留你了 这样 你跟我去后面菜园里摘点菜拿着 回到家 苏散走到抗炎前坐下来 陆湛东 刚才去老之书那里的时候 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 等吃完午饭 我准备用周大爷的马车把你送到县医院去 你现在的腿伤一天也不能再耽的下去了 晚上青山兄弟来帮忙给看家 三个孩子你不用担心 周沈说你住院的这几天孩子先去他们那里吃饭 我这腿要是去医院 肯定要花不少钱 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 你的腿恢复了 那才是天大的事 陆湛东想跟眼前的女人说谢谢 可又觉得这两个字太轻了 还有件事 我跟老之书说了一下宅基地的事 他说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就不错 会给我们画出六间房的宅基地 院子也不会小 我原定计划是先盖个四间 不过具体还要等你从医院回来 咱们再好好盘算一下 你看怎么样 陆湛东看着他沉默了几秒 声音略带沙哑 这原本不应该是你操心的事 我现在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 我当然得操心了 在你重新站起来之前 我就是这个家里的一家之主了 午饭过后 周青山过来帮陆湛东身体擦干净 周大爷的马车也到了 这次周大爷还带上了自己的儿子周东升 苏灿感激不已 说了很多感谢的话 出发之前 苏灿低声叮嘱了周青山几句 周青山点点头 嫂子 你就请好吧 青山这是去哪儿呀 送我东哥去县医院 嫂子医院里有认识的人 给东哥把腿治一下 那感情好 湛东真是个有福气的人 娶了个好媳妇 谁说不是呢 嫂子可不是一般人 人家县里有人 说话办事都比咱们容易 不过这几天家里就剩下三个孩子了 叔叔 婶子们晚上多帮忙照看一下 别让有些人在这种时候钻了空子 到时候要是因为什么事闹到县公安局去 丢的可是咱们桃花村的脸 你们说是不是 大家联谎 对对对 有的还冲着躺在马车上的陆站东说道 站东 你尽管放心去治腿 孩子们的事不用担心 只要我们这些人在 晚上谁要是敢去找孩子闹事 咱们桃花村的人保证不饶他 对对对 谁要是敢在这种时候找麻烦 回头就把他送去公安局 另一边的陆家堂屋里 他们攒着一口气 等到天黑之后 陆红武就会去村里找几个关系不错的人 去陆站东一家五口所在的屋子里抢东西 可还没彻底黑下来 老陆家的人就听到一个让人郁闷的消息 你啊 那个死胖子居然带着陆站东 坐着陆大爷的马车去了县医院 就连周青山也跟着一起去了 可村子里有好几个人都自发 晚上去陆站东的房子帮忙看门 据说连村子里的民民连都出洞了 听到消息 可把陆家老太太气坏了 这个死胖子 我看他就是故意来跟老陆家对着干的 陆家老大陆红军闷声说道 老三媳妇做得对 老三早该送医院了 老大 你是个猪脑子呀 老三在炕上躺了多长时间了 那伤口你也不是没看到过 两条腿那都烂成啥样了 部队里都不来个人看看 因为什么 还不就是因为老三的腿已经废了 没指望了 你还真以为那个胖女人是来救老三的 还不就是想从她身上再刮点东西出来 你们可别忘了 老三现在可还领着国家的津贴呢 大阳 那可是您亲儿子 这样做不地道 我看你这猪脑子是进食了是不是 怎么做得不地道了 老三的腿废了 他的钱我们不守好了 难道还要给那三个要债的话 你可别忘了 那三个跟我们老陆家可是没有任何关系 天天吃我们的喝我们的 老三傻乎乎的让人骗 我们老陆家可不能当傻子 就是 大哥 那个死胖子今天才来了半天就跑来分我们的家 就算是真分了东西 最后要是老三死了 那个苏胖子回了县城 分的东西最后不还是落到了那三个要债鬼的身上 他们是我们老陆家的人吗 你什么时候大方倒愿意替别人养孩子了 而且养就养三个 能得你 三弟肯定死不了 行了 就你那个榆木疙瘩脑袋能想明白什么 赶好你的活得了 陆红武媳妇赵梅香赞同不已 听说今天中午那个苏胖子生火做饭的时候 香味都飘出二里地去了 咱家省吃俭用的 便宜那个女人和三个要债的赔钱货 娘 这是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今天苏胖分走的那些东西 简直要把她气死了 赵梅香看着一直不说话的大嫂高玉珍 大嫂 你也说句话呗 现在这是可是管着咱们全家的吃喝拉撒睡 高玉珍看着赵梅香点点头 低媳妇 你舍得对 那三个孩子反正不能让咱们撸假样着 可今天他们粉到的东西 那三个孩子全都沾了一份 他们倒是吃的香脸 那不是酷了咱们自己的孩子吗 丈夫老实 但他可不是吃素的 今天老三家分走的那些东西 他自然也是心疼的不行 大嫂说得太对了 他们多吃一口 咱们家自己孩子就少吃一口 老大家的 老二家的 反正我不管你们怎么做 这个叫苏灿的 就是咱们老陆家的祸害经 你们必须得想办法 把他给我从桃花村赶出去 陆红军一脸的无奈 大嫂 他嫁都嫁过来了 咱们不能把他赶出去 再说 再说个屁 你赶紧给我闭嘴吧 四六不通的玩意儿 你说你到底向着谁 那胖子就是来祸害咱家的 你瞎呀 这点名堂都看不出来 陆老太太一开口 陆红军只能不再坑气了 看这个样子 大儿子是指望不上了 陆老太太看向二儿子 红武 现在他们全都去了县城 明天你去县城的时候 去找找老四 反正那地方他熟 你俩好好合计合计 你呀 你说的对 咱家老四在县城上学 上次回来还跟我说 认识县长的公子呢 陆老太太笑得眯起了眼睛 哎呦呦 我怎么把这茶给忘了 对对对 上次老四回来的时候 也跟我提过一嘴 明天一大早 你起个早午更 趁早去县城找老四 好 对了老二 还有件事 明天你去县城的时候 把老三这个嫉妒的津贴取出来 那个死胖子这么折腾我们老陆家 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把这钱给取了 娘你放心吧 我保证把钱给弄回来 苏灿等人来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医生检查完伤口之后 脸色凝重地将苏灿叫到了病房外 你们做家属的也太粗心了 怎么现在才送过来 医生 是我的疏忽 请问我丈夫的腿怎么样 这两条腿伤得太厉害 病人现在已经高烧昏迷 再不做手术腿就会废了 不过这两条腿的手术费可是不低啊 你们家属是怎么打算的 全都做 必须让我丈夫的腿好起来 听他这么说 医生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单子递给他 这么多钱 近两百块的手术费虽然多了些 但毕竟他的伤跟别人不一样 可如果不做手术 他这两条腿是彻底保不住了 时间紧迫 你可以找找家里人想办法借一借 而且后面他还要住院 两百是不够的 医生看着他一句话也不说 脸上的表情更凝重了 这样吧 你跟我来一趟我的办公室 医生是准备好好做做他的思想工作的 周青山去上了趟厕所 回来的时候恰好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怎么回事 刚才我听医生说 东哥这腿要是做手术得花小两百块 后面还要住院 两百都打不住 两百块对一般的家庭都是一笔超级巨款 周青山本来心里就打鼓 毕竟苏灿是县城里的人 这要是拿着钱回他自己家 那可是轻而易举的事 苏灿在一楼交了钱后 便回了老医生的诊室 一看到他交了手术费 老医生立即给安排了明天上午十点的手术 苏灿原本是想马上回病房的 可是想想周大爷和周青山一路跟过来 连晚饭都没吃上一口 他必须得出去弄点吃的回来 回到病房 就看到周大爷和周青山都有些愁眉苦脸坐在那里 大爷 青山 出什么事了吗 哎呦 嫂子 你怎么才回来 我交了手术费就去了食堂 结果排了半天队没饭了 打饭的大姐说外面有一家包子铺 还好我去的时候人家没卖完 全让我买回来了 嫂子 我真不是个人 刚才找不到你 还以为 这个怪我 去食堂的时候该跟你说一声的 周大爷 青山 你们肯定饿化了吧 咱们先吃饭吧 嫂子 你这包子买的也太多了吧 就是 侄媳妇 以后可别买这么多 大爷 青山 今天晚上得委屈 你们赶个夜路回去了 这里也没有休息的地方 包子吃不完你们带回家就行了 苏灿说着又拿出四盒大钱门 给了周大爷和周青山的两盒 哎呦 侄媳妇 你这样可把大爷给丢死了 周大爷因为刚才的事有些愧疚 人家好好一个孩子 结果自己把人家想到沟里去了 就是呀 嫂子 我们刚才还以为你跑了呢 没想到你是给我们买吃的 你说我们爷俩这脸都没地方割了 周青山更是惭愧不已 说什么也不肯收这两盒烟 大爷 青山 你们放心 别说战东这腿能治好 就是治不好 我也不会离开他 这烟你们不要那留给我抽吗 我一个女人又不会 赶紧收着吧 我吃这几个就饱了 这些你们拿着路上吃 这天也黑了 你俩回去估计得到后半夜了 嫂子 今天晚上我们怎么能回去呢 明天东哥就手术了 这里必须得有个人照应着才行 执媳妇 青山说得对 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回去 咱不是有马车吗 一会我去车上睡 青山就让他在外面的长椅上过夜就行了 那今天晚上就委屈你们了 一瓶书叶挂完 陆湛东的烧退了 人也清醒了 刚才你都烧到40度了 先喝点水 缓一会儿再吃包子 我问过护士了 只要你烧退了就可以吃 陆湛东喝了几口水 感觉浑身虽然是汗 但是身体轻松了很多 医生怎么说 明天上午10点的手术 医生说了 因为你是军人 所以给你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医生 手术费 看陆湛东担忧的眼神 苏灿笑了笑 放心吧 已经交完了 住院的钱你也不用担心 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 你说 其实我这个季度的津贴还没领 什么意思 难道说你现在还是团长 是 那可太好了 等你做完手术我就去领回来 只是这两天汇款单汇到 但是具体哪一天可能说不准 反正你现在在这里住院 我每天都过去问问就行了 嗯 咱俩现在没有结婚证 就算我去了怎么证明我是你媳妇 明天你带这个去就可以了 太好了 对了 那陆家的人是不是也知道这两天你的津贴会到 应该是的 苏灿点了点头 虽然心里有些想法 但是并没有讲出来 你放心吧 明天只要你做完手术我立即去邮店局取钱 陆湛东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 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 想说什么你跟我直说就可以 不用藏着掖着的 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领津贴了 苏灿愣了一下 你是犯了什么错误吗 陆湛东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直接闭上了眼睛 你放心就算你真的犯了什么政治性的错误 咱们也不怕 另一边江玉蓉带着亲生女儿杨雅丽去了自己不错的姐妹家 这个姐妹叫何秀花 是县城义中的副校长 她的公共是个退下来的老手长 玉蓉 这婚事百分之百准了 不过我公共还得打个电话把人家约过来 我估计还得再待个几天吧 雅丽就能跟那个副师长见面了 表姐 那个副师长不会已经有自己的对象了吧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那个副师长几个月前我可是见过的 人长得又俊又有能力 那时候老手长就跟她提过 她说全权委托给我公共做决定了 所以只要我公共看上了 这婚事百分百是没跑的 江玉蓉听的顿时乐的何不容嘴啊 哎哟 那可真是太好了 表姐 这事要是成了 我一辈子都记着你的好 你可就是我们家雅丽的恩人了 这话不就说远了吗 咱们可是一家人 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 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 表姐 那我们回去等你电话 江玉蓉带着女儿回家的路上 母女俩高兴得不行 江玉蓉还特意买了些好吃的 今天晚上全家人说什么也得好好乐一乐 晚上杨德志下班后 听说了这件事 更是格外的高兴 年纪轻轻就被提拔成了副师长 那可不是一般的厉害 以后用不了多久 肯定还得继续往上升 哎哟 老杨 那以后你是不是也可以调到省城了 那是当然 你们等着吧 等咱们雅丽成了副师长夫人 我以后说不定也能慢慢升到 市长省长的位置 哎哟 这时想想就让人觉得有笨头呀 爸 妈 你们放心 只要我嫁过去 以后咱家就全都跟着飞黄腾打了 一家三口正高兴不已时 传来了敲门声 江玉蓉赶紧过去开了门 发现来的竟然是表姐和秀花 表姐 你怎么来了 不会是那个副师长有消息了吧 谁说不是呢 玉蓉 我跟你说 我一看咱们雅丽就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哎哟 那可太好了 我就简单说一下就回去了 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去吃饭呢 表姐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刚部队上那边来电话了 说是那个副师长这段时间回老家了 不过他立功的时候负了重伤 被送到了咱们县医院 你们也知道 这枪伤可不是小问题 所以医院就上报了县武装部 结果这一查不要紧 竟然就是那个副师长 你们说巧不巧 哎哟 这可真是富贵来了 挡都挡不住呀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看他 医院那边给他安排了明天上午十点的手术 所以我们早点去 这样早饭就别吃了 咱们在医院碰面 一日一大早就看到有个同病房的女家属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周大爷 你的马屎不是拴在院子的溜树上 是的 怎么了 你们快去看看吧 那马也不知是不是紧了 拉着马车抛出医院去了 什么 周大爷一听把腿就往外跑 那马车可是他的命根子 嫂子 我去看看 我跟你一起去 他拜托刚刚跑回来报信的那个女家属要是有事帮忙照顾 他下楼去看看怎么回事 等他走出一楼的大堂石 只见整个院子里都站满了军人 仔细一想 很可能是刚刚这些军人出现的时候 马车受了惊吓 苏灿赶紧向着周青山坠地过去 妈 我是不是看花眼了 我怎么好像看到苏灿了 你没看花眼 就是他 现在先别管他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赶紧在萧老首长和那位副使长面前好好表现 杨雅丽点了点头 他赶紧和母亲一起下了车 跟着萧老首长上了三楼 远远地就看到了站在病房前的方局长 哎哟 老首长 您怎么亲自来了 方局长一个立正行了的军理 他也曾经是老首长的部下 站东可是我一手看重的好苗子 现在军区的人找他都快找疯了 要不是你这次及时报告 我还不知道他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知道我们来吗 我还没告诉他 知道您亲自过来了 特意想给他个惊喜 这个臭小子 在战场上受了这么重的伤 居然一个人偷偷跑回了这里 我听说如果不是送来的及时 他那两条腿就废了 谁说不是呢 院长看到是枪伤赶紧上报情况 我们才知道他竟然回到家两个多月了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把他这段时间的情况 全都给我查清楚 一个战斗英雄 为什么回到老家两个多月都没送来医院 是 您放心 我一定查实情况向您汇报 江玉蓉和杨雅丽在听萧老首长叫战东这个名字时 差点双腿一软昏过去 妈 苏灿已经代替我嫁给陆战东了 现在怎么办 江玉蓉其实心里也很慌 不过她稍稍一想便又稳住了 苏灿是自己偷偷跑过去的 跟我们家可没有关系 你只要好好表现就行了 这话顿时让杨雅丽看到了希望 慌乱的心又慢慢稳住了 方局长 想不到战东的未婚妻和岳母也来了 萧老首长听着方局长的话有些差异 小方 这女孩子是我准备介绍给战东的对象 你怎么说她是战东的未婚妻呢 方局长被问得一了 还没来得及回答 江玉蓉便笑着向萧老首长鞠躬道歉 老首长 这是我得先向您道各歉 其实我们家雅丽这段时间也一直在找战东 但是怎么也找不到她的半点消息 我并不知道战东是您的老不下 听秀花姐说对方是个军人 腿还受了伤 就想借着这个机会来看看 战东和雅丽的婚事还是方局长签的线 你要是不信可以问问她 对于苏灿代替杨雅丽这个妹妹嫁到桃花村的事 方局长并不知晓 听完江玉蓉的话 方局长笑了起来 老首长 这是我向您证明 这桩婚事确实是我签的线 两个人之前出的也不错 前段时间他们确实找过我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战东人在呢 今天这事您也别怪他们 别说他们是普通老百姓 就是我们不也没找到战东吗 肖老首长爽朗一笑 也难怪人家会想出这样的办法来 还不都是怪战东那个臭小子 谁找都找不到 我都以为他牺牲了 他 我看这误会不错 说明雅丽和战东是真的有缘分 方局长对于自己签的没更加满意了 肖老首长笑着点点头 咱们也了解的差不多了 开门吧 是 老首长 您怎么来了 陆战东 知不知道全军区的人找你都找疯了 为什么回来不报告 报告首长 陆战东犯了严重错误 导致赵铁柱和一排全体同志为保护我牺牲 我原本想回家安顿好三个孩子变回部队领阀 可这垂不正切 你呀 我都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赵铁柱 到 门口走进来一个战士 走到病床前打了个军领 陆战东看着眼前完好无损的人难得地笑了 赵铁柱 你没死 报告团长 我和一排全体战士毫发无伤 您引爆炸弹的时候 我们已经安全撤离 等到我们找您的时候 却发现您不见了 肖老首长的脸上这才有了笑意 赞赏地看着陆战东 不愧是我带出来的兵 你这个臭小子 在战场上就杀得他们闻风丧胆 没想到在边境一个人又干掉了上百个敌人 还炸毁了他们的老巢 可是清理战场的时候 我们却发现这个立功的人不见了 你可真是让我们好找呀 说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报告首长 当时我歼灭所有敌人后 原本想去医院 结果发现因为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员太多 各大医院都是人马没换 就想着先回到桃花村 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全都安顿好 就回部队领罪 可是这腿不争气 你呀 我都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你说你回到家两个多月就这么硬扛着 不知道来医院吗 陆战都没说话 其实他是想来的 可是陆家人只看到了他每个季度的今天 不仅不请大夫送医院 还把他和三个孩子给送到了场院的那间屋子里 这次的手术你不用担心 医生说没有问题 保证让你重新站起来 不过部队有部队的纪律 原本是要提拔你的 因为你突然失踪 嘉奖的事情先放后 等你养好伤到部队报道再说 谢首长 给你半年时间养伤 提前养好提前归队 是 这次来呢 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个惊喜 说着看向旁边的方局长 让他们母女俩进来吧 是 陆战东开始并不明白老手长的意思 等看到走进来的江玉蓉和杨雅丽时 顿时了然了 哎哟 战东 我们可找到你了 战东 杨雅丽一开口 眼泪便巴搭巴搭地落下来 你看看你 连未婚妻都不说一声 害得他们这段时间也在寻找你 都找到我那去了 陆战东的表情有些严肃 老手长 您误会了 我已经是有妻子的人了 她不是我的未婚妻 这话一出把旁边的销劳首长和方局长都给说得愣住 战东 这不是你的未婚妻 那谁是你的未婚妻 我的妻子是杨雅丽的亲姐姐 她叫苏灿 我能来到医院里治疗 全都是因为苏灿想办法把我送到了这里 不然你们根本没有机会见到我 哎哟 战东 你可不能乱说话 我们家苏灿跟你可没有婚约 她怎么会成为你的妻子呢 再说了 昨天她偷拿了家里三百块钱跑出去了 到现在我们都找不到人 她怎么就成了你的妻子呢 反正苏灿去桃花村的事 除了杨家三口 再没有其他人知道了 陆战东并不想回答她的问题 而是看向方局长 成涛 她刚刚在走廊上和送我一起来的爷俩吃饭 你们把我转移到了这里 她肯定找不到我着急了 麻烦你出去把她找过来 我很担心她 老首长出现在这里 不用想她也知道肯定来了很多军人 苏灿有可能会被拦在外面不让进来 战东 苏灿她是偷偷跑出去的 怎么就成了你的妻子呢 你这样做可对不起我们家雅丽啊 江玉蓉急得快哭了 这是说什么也得一口咬死才行 杨雅丽则因为陆战东的话一直在哭 陆战东 你怎么能这样 你可是军人 我哪里做得不好你可以直说 你不能这么羞辱我 这话让房间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萧老首长看着落泪的母女俩说道 这可不是小事 我们必须得弄清楚 首长您说得对 我们必须得弄清楚 我先让人把苏灿找过来 方成涛转身准备出门 又看向落泪的母女俩说道 嫂子 你俩先出来吧 虽然江玉蓉有些担忧 但是萧老首长的级别摆在这里 是容不得他撒半分野的 只能带着杨雅丽出了病房 另一边 苏灿等人没有找到马车 三个人只能重新走回医院 希望能问问见到的人 一进医院的大门 苏灿便看到了院子里一排排的军员 想到刚才周大爷是因为这些人才丢了马车 他气愤地走了过去 这位同志 我想问个事情 你们是不是解放军战士 赵铁柱看着眼前的苏灿 郑重地点点头 是的 请问这位女同志 你有什么事情 我大爷的马车原本拴在那棵大柳树下面 你们这么多人一来 让他的马寿竟拉着马车跑了 现在马车找不到了 你们说怎么办吧 院子里确实有一辆马车 我们的战士看到马受到了惊吓 特意把马车牵去了后院 您跟我去看看 是不是您丢的那辆 一到后院 周大爷便看到了自己的马车 刚刚还颓向的脸顿时有了笑意 是我的马车 是我们家的马车 周青山也跟着松了口气 苏灿看到周大爷上前拍着马背 忍不住笑起来 青山 我得赶紧回去了 你东哥这么长时间 看不到我们肯定会担心的 嫂子 我跟你一起上去 两人到了三楼的病房 进去一看 床上已经住上其他人了 苏灿着急地出了病房 正准备去找护士问问 被当才在楼下的那个牌掌拦住了去路 这位同志 请问您是不是陆湛东的妻子苏灿 是的 不会是你们把人给转走的吧 他犯什么错误了吗 您放心 陆团长他没有犯错误 只是给他转到了更好的病房 您请跟我来